大家好 我是高壽少 美國真是好 聖誕節送回聖誕禮物給中港澳三個地方 真是感謝Merry Christmas 這份禮物都頗大份 大家收到之後 好做定準備 一見到遲些環境不對勁 懂做啦 發生什麼事呢 史錦丁早前美國國會決定將 中港澳三個地方 列為海外敵對勢力 和俄羅斯、北韓、伊朗、古巴、委內瑞拉 這些全出名 臭到爆的國家的體制 還差總統拜登簽名 在近日拜登簽名 換言之中港澳三地 正式成為美國法定海外敵對勢力 可以宣布中港澳三地國民 正式成為俗心國的國民了 未來日子 大家是有心理準備面對 這樣之後的香港 首先是明年 越來越多外資企業回首 失業率上升 在外資企業做事的大家 有心理準備 隨時沒得幹了 不是說玩 被美國列為敵對勢力 美國企業 親美企業 當然是陸續走人 不走的話 被搞的 然後聯繫匯論 很大機會受到影響 稍微了解過港元 就會知道港元之所以 有一個價值在 不像澳門元一樣 因為有聯繫匯論 跟美金掛勾 所以港元一直以來 價值都是保持得到的 現在跟美國關係變成這樣 隨時脫勾一次 脫勾之後 大家明白會怎樣的 不用多說 還會有什麼影響呢 搞簽證去美國 這個相信麻煩很多 跟著美國的高科技 例如CPU 顯示卡 太高級那些 禁止買過來中港澳 然後的影響 就當然不少得 香港賺少很多外匯 恆新指數急跌 一句說完 這樣之後 香港的經濟 科技 最先受到影響 其他方面 就沒有這麼快 慢慢 遲些都會受影響 2024 不簡單的一年 但整體來說 都還未說有太大件事發生 2025 就很難說了 未來日子不容易過 趁家日子還未有什麼事發生 仍然在說的 大家先做準備 努力找多些港幣 然後用港幣去換送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 然後儲起它 大家就看路了 拜登這個簽證 是正在給大家信號 不理不要緊的 到時自己收回的 唉沒想到 香港會搞成這樣的樣子 曾經一個即將脫鞋入歐的地方 加上變到北韓 伊朗級別 唉 香港回不到以前的樣子 大家看路啦 哇 我們來看路了 我們來看路了